大家好 我是旭哥 歡迎收看旭哥 氏族攻略 那旭哥這一集攻略要分享一下這個 運踩壓高倍率然後爆冷門的一些技巧 那分享給大家這個剛好旭哥昨天有玩了一下 然後旭哥其實是一個非常資深的足球fans 那旭哥大學是在踢前鋒 那算是足球之力也蠻長久的 那從2012年就開始看世界盃 那一直看到這一屆這樣 那2012年旭哥最大的印象就是87隊的3R 黃金世代有這個大羅 胖羅 外星人的 羅納豆 還有這個小羅 滴牛 以及這個Rivardo 各種花式華麗的進球啊 看他們表演升八軍團就是帥啊 那2012年旭哥另外一個非常有印象的就是這個貝克漢頭 那時候去剪頭髮都跟設計師說我要留這個貝克漢頭 要把他抓起來這樣 非常帥氣 好那像是這個06年這個法國的席單把這個冠軍盃給垂飛啦 這個頭垂 那10年西班牙非常精彩的傳導然後延長賽這個獲勝 那14年德國一樣在延長賽贏過這個梅西的這個阿根廷 那18年法國奪冠也是很精彩的這個比賽 好那大家有興趣的話呢 旭哥可能會考慮做一下這個各界世界盃的重要精彩的看點 比如說02年有什麼精彩的看點啊然後 特殊的一些點在哪裡啊然後有趣的地方有趣的這個事件 那都會在這個之後分享給大家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 好那我們現在就進入這個主題啊這個運彩高倍率高賠率啊這個大爆人 一些這個買法一些技巧 那大家假如看新聞的話應該看到這個今天最新的新聞大爆人嘛這個摩洛哥2比0擊敗比利時這個 那因為比利時呢是世界排名第2名的那摩洛哥擊敗他所以這個算是非常大的冷門 那旭哥剛好有小買了一下 那首先先奉勸一下各位這個小賭儀琴啊玩玩就好啦旭哥也是小玩一下就好這個 輸的話也不會就是覺得啊有什麼心痛這樣就只是好玩而已啊 奉勸大家不要玩太大這樣好 就是這個 虛哥這個做這個也是趣味性質也不是鼓勵大家去賭博先聲明一下 就是虛哥不鼓勵大家就是去賭博就是做好玩就好小玩一下開心就好 好那這個是虛哥的運彩的單子啊昨天這個經過運彩那就小玩了一下500塊 就是壓這個摩洛哥獲勝那摩洛哥獲勝的倍率呢是4.5倍 所以說虛哥可以拿到這個2250塊啦然後應該就是近賺1750這樣 小玩一下而已那虛哥再次聲明啊不是要鼓勵大家去賭博 那大家也不要就是賭博賭上演就好玩就好了好不好 開心就好那虛哥這個500塊就覺得啊好玩玩一下而已 那賠了也沒關係 就這種心態這樣小玩一下開心就好 但是為什麼會壓這個摩洛哥會贏呢其實虛哥不是隨便壓的 虛哥壓的時間點大家看到這個上面是在10點多嘛那時候比賽已經進入60幾分鐘了 那時候是虛哥覺得摩洛哥有機會會獲勝所以虛哥才壓那時候剛好是0比0還是平手的時候 所以摩洛哥的倍率比較高 最多好像還有到5點多虛哥買完之後好像有飆到5點多吧 將近6倍的時候印象中是這樣 好那可能有些觀眾朋友們從來沒有玩過運彩或是不太了解這個運彩的機制那虛哥就稍微簡單的介紹一下 簡單解釋一下 那麼以這個德國隊對西班牙這個11月28凌晨3點這樣比賽為例好了 那這是開賽前的倍率 這個賠率 那你假如壓這個德國隊獲勝的話呢 賠率是2.6倍 等於是說你壓100塊你可以拿回260塊 假如德國隊獲勝的話 等於說近賺160這樣 那你假如壓這個德國隊和西班牙是平手的話呢 壓100塊可以拿回330塊 等於說你近賺230塊 那你假如壓這個西班牙獲勝的話呢 你壓100塊可以拿回190塊 等於說近賺90塊 那通常就是越看好那個賠率就越低這樣 基本上這個運作機制是這樣 那這個賠率呢是會浮動的 那在比賽進入下半場的時候呢 德國和西班牙的比數呢 還是維持0比0的情況 那這個時候呢 合局的倍率就下降了 從原本的3.3倍呢降到2.2倍這樣 等於是說大家比較看好他會合局嘛 所以就是賠的錢就變少了 那相對的壓單一國家的像你壓德國營啊或壓西班牙營他們的倍率就提高了 等於說整體來講大家會比較看好他們會就是平手 所以平手的錢就變少了 壓平手的話 那你壓德國營或壓西班牙營呢 賺的錢就會變比較多 這個就是浮動機制有趣的地方 他會在場中浮動這樣 那大家可以利用這個機制呢來 獲得像是比較高的獲利 比較高的CP值的玩法這樣 那旭哥等一下會分享一下 好那旭哥找了一下資料 開場的時候你假如壓摩洛哥營的話呢 他的賠率是3.6倍 那旭哥呢是在這個比賽的下半場才購買了 那這個時候呢摩洛哥獲勝的倍率呢是4.5倍 就比你開場買了3.6倍的高上了不少 等於是說投資報酬率高很多 所以大家可以利用這種浮動機制呢來投注你想要預期的這個發展的方向 比如說旭哥覺得摩洛哥會贏嘛 但是目前還是平手那我可以等 等到就是他摩洛哥倍率飆上去的時候我那時候在 購買 想要的數量這樣想要的金額 那時候這個報酬率就會非常漂亮 這樣這個就是一個非常好用利用這個浮動機制在場中投注了一些技巧 好那旭哥為什麼會覺得比利時會輸 而摩洛哥會贏呢 那我們首先先來看一下這個比利時的最重要大將 這個德布勞內說了什麼 德布勞內呢人稱丁丁我們台灣的這個球迷都叫丁丁 因為他長得像丁丁力顯技的那個丁丁 好那丁丁呢他說我們拿不了世界盃 我們已經太老了我認為比利時這屆更多的是局外人 這個是丁丁德布勞內他在受到採訪的時候講的話 第一個 這個講這個話呢基本上就是士氣就會下降 第二個他可能很誠實他就認為這個 隊伍裡面啊就是老化的很嚴重 那基本上也是啊因為上一屆踢到這一屆還在踢嘛等於說老化的蠻嚴重 所以他自己也知道這個比利時的一些隱憂 那他也講出來算是蠻誠實的那旭哥剛好看到這個 所以就覺得這可能是比利時比較大的問題 所以就是覺得比利時書面比較高 最後呢在比賽中的確如這個丁丁所講 這個德布勞內所講比利時的跑動真的都比較緩慢 不像摩洛哥那麼積極啊 所以只能說丁丁你真是個人才啊你非常的誠實他真的講出了比利時的缺點啊 那看這個比賽跑動真的有點慢然後各種方位這個防守啊什麼都沒有那麼積極 所以只能說比利時的很誠實啊丁丁你非常誠實那 虛哥就是看了這個報導然後才決定要投注這個摩洛哥的 好那接下來看一下摩洛哥的國家足球隊 那他們的稱號呢是亞特拉斯雄斯 好那摩洛哥呢國家足球隊的FIFA的總排名目前呢是在世界排名的第23名 其實算是蠻前面的也算是名列前茅的強隊這樣 那最高排名曾經來到世界第10名啊在1998年的時候 那最低排名的是95名 所以基本上是有一定的實力目前23名的這個隊伍 對這個世界第二嘛基本上實力還算不錯 這也是虛哥為什麼敢壓摩洛哥會贏的原因 那第一個是丁丁說的那些話那第二個是摩洛哥本身的實力就還不錯 所以呢最後呢也獲得了不錯的報酬那算是好玩了耶 最後呢虛哥還是一樣分享這個攻略同時呢也是提醒大家 不要這個賭博沉迷賭博過度這樣 好玩小玩就好了開心就好了那這個就是這一次的攻略 那大家記得訂閱虛哥頻道砍虛哥四足攻略 好玩 我們 我們 好玩